他整个变瘦了 他瘦了大概20公斤 因为他很怕打针 所以他后来他用那个 生酮饮食的方法 瘦了 可是生酮饮食是一种断糖饮食 就不吃电脑 可是他要吃很多肉 吃很多油脂 可是他为什么还来找我 他瘦了20几公斤 可是他去抽血 他的胆固醇还是500多 他的三酸钥子还是500多 他说我已经瘦下来 我整个神经气爽 可是胆固醇高要不要治疗 就可以洗了 对 我说还是要洗吧 我建议他还是在做这家治疗 结果他就跟我预约一个月之后 那结果大概两个礼拜 他太太就打电话来说 他要取消 我说为什么取消 他说昨天他去应酬 跟人家喝酒喝到一半就猝死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前阵子有一则新闻 有一个42岁的舞台剧演员 然后他就是演游民 然后他就突然间 结果大家觉得 他掉不行以为他还在演戏 那后来发现他是猝死了 那为什么猝死 后来他们去研究 就发现他可能是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大家觉得说 好像高胆固醇血症 或高血脂是胖子的专利 其实不是 这是两件事 很多瘦子的高胆固醇血症 一样有 而且有醋子的风险 我曾经有一个案例 就是也是有一个 就跟他很类似 他50几岁 然后90几公斤 然后他家经济状况 很好是个商人 经常在硬抽 那他每次抽血 那个血脂肪胆固醇 那个都500多 那他已经在吃血脂药了 还是500 正常大概200 他500多 那怎么办 他每次都会到我那边 半年就要把那个血脂肪洗掉 他每次都会洗掉 一包这么多的血脂肪 那有 可是你知道他洗 那个要打两针 很痛 因为这个要把他血拉出来 所以要打两针 然后他因为他很胖 血管不好找 然后他痛得哇哇叫 那突然有一天 他再也没有出现 那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很多年之后出现 那出现的时候 我发现 他整个变瘦了 他瘦了大概20公斤 因为他很怕打针 所以他后来 他用那个生酮饮食的方法 瘦了 可是生酮饮食 是一种断糖饮食 就不吃电门 可是他要吃很多肉 吃很多油脂 可是他为什么还来找我 他瘦了20几公斤 可是他去抽血 他的胆固醇还是500多 他的三酸钢还是500多 他说我已经瘦下来 我整个神经气爽 可是胆固醇高 要不要治疗 就可以洗了吧 对 我说还是要洗吧 我就建议他还是 在做这家治疗 结果他就跟我预约 一个月之后 那结果大概两个礼拜 他太太就打电话来说 他要取消 我说为什么取消 他说昨天他去定酬 跟人家喝酒 喝到一半就 猝死 猝死 所以我 他不是生酮饮食吗 还猝死 因为胆固 即使你是瘦子 你的胆固醇 或者三酸钢脂膏 一样有 可是他猝死是跟胆固醇有关 新阴性猝死大部分都是 其实我们会猝死 年轻人比较常见 除了脑血管的血管流之外 最常见还是 新阴性的猝死 那新阴性猝死的危险因子 常常跟那些高血压 胆固醇等等相关 你看最近猝死 不是很年轻人 23岁难磨 对 很多都是 其实很多 主动脉剥離 就是心脏 其实我在跟大家讲 还有一个很新的治疗方式 假设我们刚刚讲说 高胆固醇症 引起高血压 可是很多人血压要吃了三种 还是很多顽固型的高血压 或者说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叫 肾动脉胶感神经的烧灼素 你可以 这个大部分都是心脏科在导管室在做 它就用一个导管的方式 然后把你的一个 放到你的肾动脉那个位置 把你的那个胶感神经给烧掉 这个很多时候血压就可以控制下来了 降血压 降血压 对 它可以 甚至有一些做完之后 所以如果说顽固型的高血压 其实现在医术一直在进步 其实可以寻求这些新的方式 我观众当然听了那么多 就包括在里面有血脂 胆固醇血压 你也许不清楚 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的 你不如来询问医师 针对你的病症 一个30岁的男生 他很瘦 其实他瘦瘦的 他只因为最近可能电脑用太多 他去眼科门诊 他去眼科门诊 就觉得眼睛疲劳等等这样之类的 那眼科医师的话 就看到他有这个黄斑流 他说你这样不行 你有可能胆固醇偏高 所以你就说最好 还是去嘉医科来看一下这样 其实他本身很瘦 就抽出来 他胆固醇真的超级高 那超级高的话 所以我就只好帮他开一些 胆固醇的药物 去帮他让这个胆固醇降下来 这种黄斑流 你需要其实它并不会消失 所以主要还是要靠手术去 把它做些切除 可是你的胆固醇精度没降下来 你切除这个有什么用 虽然这个跟胆固醇过高有关系 但是并不是把胆固醇降下来 它就会自己消失 那你还是要 对 因为它已经产生了 那你切掉之后 胆固醇还是维持那么高 还会再长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要双管齐下 对 就除了来 谢谢 胖瘦看得出来 看谁瘦谁胖 但胆固醇真的看不出来 胆固醇真的要抽血才知道 我之前曾经录取过一个 喜床的一个护理师 他才28岁 然后168公分45公斤 就瘦瘦的 对 那因为它食量还蛮大的 每次去聚会 他们油渣添食 我就拼命吃 可是就是身材就这么好 而且他这种身材 他就穿得很辣 那些资深的 那些护理师姐姐们都很生气 说 看你怎么吃都会吃不饭 对 对 你羡慕 他们就问他 你都去哪里健身 我都没有健身 我就体质好 所以大家就是对他这次 后来 我们每一年 都有员工体检 我们大概一次都会把 全部员工的抽血的 送到一个检验室 然后再回来 回来大家就看报告 那个最瘦的那个漂亮的那个护理师 胆固醇 我们讲说低密度胆固醇 竟然250 低密度胆固醇应该低于100 大家都正常只有他高 他觉得说是不是检体送错了 那他就到我门诊来 我就再帮他检查一次 在这次还验小便 还做了超音波 那的确抽血 他胆固醇真的这么高 而且超音波有 中度的脂肪肝 而且小便里面竟然还有蛋白尿 而且还蛮严重的蛋白尿 我终于理解了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 它是我肾脏科的病人 因为我们的肾脏病 在大量蛋白尿要叫肾丝球眼的时候 血中的白蛋白就会降低 那我们的胆固醇就会反射 反而提高了 它是生病了 它是真的 只是很多肾丝球眼 其实都看不出来 我后来仔细看 它脚是真的肿肿的 有一些水肿在那边 那后来我把它的那个蛋白尿 那控制好之后 它的胆固醇就慢慢慢慢降下来 那当这些护理师姐姐们看到 就心里就宽心许多 原来 原来他是生病了 季度性的季度 其实台湾很多人 其实我们造成洗肾的前三大原因 一个叫慢性肾丝球 可是他都不痛不痒 就是小便 你会想小便怎么会像 那个啤酒泡沫一样 那就是蛋白尿 对 还有一个就是浅血 就是小便颜色稍微深一点 可是他可能经过 可能十年 二十年 都没事 他到了三十年之后 就肾功能就恶化 就要洗肾 所以如果说 这个通常只有体检 才检查得出来 可以放学 他是第一密度胆固醇超标 他刚刚是 从胆固醇跟 低密度胆固醇超标 那时候还是坏的 坏的 但其实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其实胆固醇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都是肝脏 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 能够在饮食上控制 低密度胆固醇 其实只能在百分之十而已 所以就算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吃灾念符 吃得很清淡 懂了吗 都还是没有用 因为你怎样 你脚膀过正 你怎样百分之十而已 我这样吃 你怎样百分之十而已 因为百分之九十 是你的体质所制造出来 连美国的心脏学会 告诉我们说 低密度胆固醇高的病人 你就吃药就好了 你的饮食太辛苦 真的喔 因为你只要说 你要做到很清淡 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对啊 变成说你要饮食 你有生活品质 这样其实人生 我就是爱吃美食 你这样我不吃 我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要健康跟美食都要兼顾 才是一个好的人生 会不会反而你太保护了 你有一些营养没有摄取到 你先去检查 那颗大肠镜在中间 我觉得刚刚Eco讲的也没错 可以变成说 有人讲的太 吃得太清淡的时候 他可能会吃少症 他可能蛋白质都没有吃 有可能 我现在有注意就是 每天吃两颗蛋 吃鸡胸肉 对 好 我们知道你很爱健康 对 但其实刚刚 我们可以看看范威姐 她其实范威姐的 酸酸甘油脂很低了 所以就知道这个人 她其实饮食很控制 都可以透过运动来调试 就百分之十而已 你就只能降百分之十 你还是超标 所以你居然很多民众来到 就是很坚持不想要吃药 想要做生活习惯调整 饮食控制 运动 但其实 都告诉我们是没有用的 运动是还是会说话 还是会说话 还是让你的血液里面 充满了垃圾这样子 充满了 那怎么办呢 快党不顺这样子 吃 就只能吃药 就跟他拼了 对 就跟他拼了 对 好 现在我们看他们 今天两个来宾耳朵很硬 习惯 运食我可以建议 可以多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像一些 鱼油 橄榄油 苦茶油 这个可以拉伸你的好的胆固 然后饱和脂肪 像你喜欢吃红肉那些什么红肉 它就是饱和脂肪 它我们的一些 像一些吸点面包的 那些反式脂肪 这些都是饱和脂肪酸 这个当然坏的胆固醇 就会上升 看了没有 红面包都借了 对 那你吃红肉 红肉 红肉 容易产生急性胰臟炎的一个高度风险 所以生酸甘油脂只要大于500 马上就要吃药 是不是就是我们血管的血脂太高 对 生酸甘油脂太高 对 它会刺激我们的胰臟 导致急性胰臟炎 急性胰臟其实很多并发症 甚至要助到胶病房都有可能 200到500这个中间 就可以再观察 可能就像我三个月 这三个月内我饮食控制 内脏肥肉 皮 虾头 蟹膏 蛋黄 不要吃 我们三个以后再追踪 如果降下来很棒 不用吃药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 大概是200 其实中党固醇目前在医学上 大概大家比较不会趋于那么的注重 其实大家比较注重各个细项 低密度党固醇是不好的 要越低越好 可是高密度党固醇是好的 要越高越好 低密度很低 高密度很高 可是它的中党固醇 一样是红质 但其实这个红质我们就不用担心 要看单相 那我们先看第三个叫做 第一密度党固醇130 它是 我觉得它目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它是我们血管面的垃圾 其实像医学上甚至有些叫做 the low the better 就是越低越好 甚至国外有些心脏科大师说 降到50都很好 但降到50其实是 一般人是不可能的 都一定要靠药物控制这样子 其实像医学上有一些 定度是觉得说 就算没有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我降到50也不错 但是也有目前的一些概念是说 大概130以上就需要用药 会比较好这样子 但是像160 像刚刚方文姐是160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强烈建议说 如果又有一些家族史 或是有一些高血压 要用药了 就要用药 我观察三个月 还就怕你听到这两日 观察三个月再说 对 观察三个月 对 没错 我们的台湾健保也是说 三个月后如果还是高 再去验血 再去试试看 就要用药了这样子 不过我们要讲 告诉观众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三酸甘油脂肛 我们讲血脂过浓 就是容易造成血酸中风 是不是 血脂是一个很统称 其实统称叫血脂 但血脂肪就是包含了 三酸甘油脂 低密度 低密度胆固序 但其实 对 三酸甘油脂肪 其实比较跟 急性一丈眼 这些比较有关系 所以我们所有的重点 都要放在 低密度 低密度胆固序 它是我们的 比较重要的首要目标 我们有做这个 三年的一次成人见解 就有一个中年女性 在我们的医疗院所 做一个抽血检查 它全部都是黑的 全部都是黑字 它就围走 低密度胆固序 超标 超标 一百七十几 因为它的高密度也低 生酸甘油脂也低 它从党部旬 就没有超标 所以它全部都是黑字 就是一个红字 它就觉得说 那没有什么 那我说 那你为什么会 想要来做检查 就跟他聊天 他说因为我 父母都有中风过 他本身又有高血压 又有抽烟 所以他想要来做一个 健康检查这样子 我说那你这个真的比较高 我们要回来要追踪 他就很乖 三个月后就又回来追踪 还是高 还是一百七十几 那我说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 大定的药物 当时的药物把它降下来这样子 他说我不要 千万不要 我不要吃药 这样吃就要吃一辈子了这样子 就是防蚊姐说 对啊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说那我就要运动啊 我要饮食控制啊 就 然后说好 因为 跟他讲很久 他也是 就没有理我这样子 好 他就说 好医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三个月又再回来 你讲 你是看到李芳文对不对 三个月再跟你讲 这个也是机会 你给我三个月 我出去看 对 跟我讲 这个也是机会 我其实一直比较认真 那三个月又回来 还是高啊 后来我就随便谈了 我说好啦 你就一年后 就看你想说 什么时候回来再回来这样子 但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个观念 你会来健碱 就代表你担心你的身体嘛 对 你看到你的身体红质 你又不去处理它 就一直重复的健碱 他还是不会变黑质啊 可是像这个案子 大概两年后吧 大概一两年我记得了 就回来 所以他就说 以前啊 我被夹油了 怎么这么乖 撑不住了 这是怎么 真的要吃药 而且还没有抽取 就说要吃药了这样子 因为他已经中风过了 他已经中风过 低密度挡过唇 其实跟中风很有关系 是喔 像他有一些风险因子嘛 加珠齿 高血压跟抽烟的话 其实本来就是高中风的 危险群 危险群这样子 最好那次他是 一中风之后 马上去医院做一个血栓浓解 之后就恢复得不错 但他其实有吓到 因为他那边早上突然 左手左脚不能动 其实一边不能动 所以其实人 在面临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想要吃药了 对 没怕到不知道 对 怕一遍就戳掉 那刚才回到正常 应该就还好了嘛 没有 其实我都跟民众讲 其实大部分都需要吃到 一辈子 但是我都跟病人讲 我都给病人一个缓冲 我都说你吃半年 半年稳定之后 我们不要吃三个月 你再回来抽血 百分之九十都高起来 因为你只会跟他说 你要吃一四人 他足够不吃 他足够就马上掉头就出 就给他一个机会说 好 我们吃个半年 都很漂亮 那我们不要吃 三个月后来 如果还是黑的 恭喜你不要吃药 如果要高起来 代表你的身体 告诉你要吃药 不是我医生说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 感谢您的频道